使下真理释放 我们自由 光照我们 光照我们 同站立起来 后主发光 让这地窮 满腹身荣光 令我奔向 奔向众人心灵 破碎永流 以此爱也 命恨待万方 出发命令 主啊照亮着地 主我们仰望你的荣面 愿荣耀借着我们展现 生命更新天天 不断改变 愿你真理荣美 让人看见 光照我们 是的光照我们 光照我们 好主发光 让这地窮 满腹身荣光 灵活奔向 奔向众人心灵 我谁永流 以此爱也 命恨待万方 求法明明 主啊照亮 这地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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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腹身荣光 令我奔向 奔向众人心灵 我谁永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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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此爱便 命恨待万方 求法明明 主啊照亮 这地窮 我谁永流 我谁永流 以此爱便 命恨待万方 求法明明 主啊照亮 这地窮 我们拍一首赞美神 哈利路亚 祂的荣光要充满便利 因为祂是公义圣洁 满有怜悯的神 哈利路亚 我们一起拍一首来赞美耶稣 废主啊照亮 拥祂的荣光 公益 神接住 神的羔羊 神的羔羊 荣耀 荣耀 荣耀的聚光 万都曲心 都曲心 在祢坐前 我们敬拜祢 我要全心敬拜 我要大声赞美 天一万五宣扬 宣扬你荣耀 我要大声赞美 我要全心敬拜 乐成的心 先赏给你高胜借助 我们唱台语的来 共亿生的主 我们唱台语的 英雄的孤狼万年 落几楼 在你做情 我们敬拜祢 我要全心敬拜 我要大声赞美 天一万五宣扬 用你荣耀 我要全心敬拜 我要大声赞美 我无法忍 嘿 就无你荣耀生的主 继续拍手 公愿生的主 公愿生的主 上台语歌 上台语歌 英雄的君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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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羽雄的君欧 ể me 先赞美 我买 全身金牌 我买 担心黑落天的安眠 全用你揚 担心金牌 我买 担心黑落頭的心 全身金牌 我买 全身金牌 我买 担心黑落天的安眠 全用你揚 担心金牌 我买 担心金牌 我买 担心黑落頭的心 全身金牌 我买 担心金牌 我买 担心金牌 我买 担心黑落天的安眠 全用你揚 担心金牌 我买 担心金牌 我买 担心黑落頭的心 全身金牌 担心金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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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担心牌 � 我能胜过这世界 应有耶稣在我心 黑暗全是一破碎 因耶稣基督保险 若有我主耶稣来帮助 还有谁能抵挡我 我先相信我避难的手 我能胜过 我能胜过这世界 应有耶稣在我心 黑暗全是一破碎 因耶稣基督保险 若有我主耶稣来帮助 还有谁能抵挡我 我先相信我避难的手 哈利路亚告知耶稣 告知主的圣经请 耶稣基督是万皇之皇 哈利路亚 信其主丹的教会 为主发光照亮黑暗的世界 是的耶稣 让我们更多的敬拜赞美 抱紧你荣耀的名 我能胜过这世界 我能胜过这世界 应有耶稣在我心 黑暗全是一破碎 以耶稣基督保险 若有我主耶稣来帮助 还有谁能抵挡我 我心相信我必能得胜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告知主的圣经请 耶稣基督是万皇之皇 哈利路亚 信其主丹的教会 为主发光照亮黑暗的世界 哈利路亚 告知主的圣经请 耶稣基督是万皇之皇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信其主丹的教会 为主发光照亮黑暗的世界 是的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告知主的圣经请 耶稣基督是万皇之皇 哈利路亚 信其主丹的教会 为主发光照亮黑暗的世界 哈利路亚 是的耶稣我们谢谢我们赞美你 哈利路亚 我们用拍手把一切荣耀归给耶稣 祂是得胜的主 祂是万皇之王 祂是万主之主 祂是万皇之王 祂我们谢谢 祂我们赞美你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让我们更深的来敬拜 祂是全地的神 我们的神是何等的荣美 哈利路亚 使得祝你何等的荣美 祂是万皇之后 祂赎北丰祝我们一切的敬拜 祂赎美我们一切的敬拜 祂赎美丰祝我们一切的敬拜 祝祢满游荣光 黑暗斗躲藏 万民高声唱 起来高声唱 我生成为了 歌颂与生命成为了 全地都看见 我生成为了 祝祢满游在君王 从今直到永远 你从不曾改变 永存在天地间 你是善意真神 父子与生灵 真神的羔羊 全能生羔羊 我生成为了 歌颂与生命成为了 全地都看见 我生成为了 我生成为了 歌颂与生命成为了 全地都看见 全地都看见 我生成为了 全地都看见 我生成为了 你从不曾改变 你从不曾改变 永存在天地间 你是善意真神 你从不曾改变 我生成为了 我生成为了 你从不曾改变 你从不不曾改变 我生成为了 我生成为了 都看见我神 真伟大 我神 真伟大 歌颂你生命 真伟大 我神 真伟大 我神 真伟大 歌颂你生命 真伟大 我神 真伟大 你只剩 真伟大 陪受大赞美 全心歌颂我神 真伟大 祢只剩着名 陪受大赞美 全心歌颂我神 真伟大 祢只剩着名 陪受大赞美 全心歌颂我神 真伟大 祢只剩着名 陪受大赞美 全心歌颂我神 真伟大 我神 真伟大 割搜你生命 真伟大 全体都看见 我神 真伟大 我神 真伟大 割颂你生命 真伟大 全心歌颂我神 真伟大 我神 我神 真伟大 割颂你生命 真伟大 全心歌颂我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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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过黑暗时光 洗尽心灵悠响 带来喜悦平安 你是全能胜 掌管世上环游 除去罪而困帮 是给我 心的生命 你是大军王 神过黑暗时光 洗尽心灵悠响 带来喜悦平安 你是全能胜 掌管世上环游 除去罪而困帮 使给我 心的生命 哈利路亚 耶稣你是赏赏给我们 复活生命的血 你是大军王 你配得一切的颂赞 尊贵与荣耀 谢谢主 你此刻运行在我们心的里面 取走一切的忧愁 与不安 让我们心在你的里面 得着平静与安稳 因为主你的灵在哪里 哪里就有自由 我们都是你手中所做的工作 我们都是你所捏造 魔朔的百姓跟器皿 愿主你的恩手 更多的做成你美好的工作 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当中 主啊我们在这里 求你使用我们 好不好弟兄姐妹 开口为你自己来祷告 让我们能够为着耶稣来发光 让我们在这个城市里面 成为光根眼照亮人群 好我们开口同声为自己来祷告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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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圣灵是没有限量的 主圣灵请祢此刻充满我们 Hallelujah 我们大大的帐口 祢就大大的充满 Hallelujah 谢谢祢耶稣 谢谢祢耶稣 Hallelujah 祢能光照我们 充满我们 谢谢耶稣 谢谢祢是我们心面 我们的生命能够飞扬起来 谢谢主把赞美的话语 把各样属天的旋律 放在我们心的深处 感谢祢耶稣 我们这样的敬拜 这样的祷告 都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一起用主导我们来祷告说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祢的名为圣 愿祢的国降临 愿祢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救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权柄荣耀 全是祢的 直到永远 Amen 弟兄姐妹我们请坐 Hallelujah 接下来我们来攻读神的话语 我们要请方昌泽指示 来带领我们 好 好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好 那我们现在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 第一处我们有三处经节 第一处在马太福音第四章十二到十五节 请 耶稣听见约翰下了肩 就退到加利利去 或又离开拿撒勒 往加百龙去 就住在那里 那去那地方靠海 在西部伦和拿佛塔利的边界上 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 说西部伦地拿佛塔利地 就是沿海的路 约旦河外 外搬连的加利利地 第二处在马太福音五章十三到十六节 请 你们是世上的爷 盐肉失了胃 只能叫他再贤呢 以后无用 不够丢在外面 被人践踏 你们是世上的光 曾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 连点灯不换在躲底下 是换在灯台上 就照亮一家人 你们的光 也当这样照在年前 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 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户 第三处在圆圆福音八章十二节 请 耶稣又对众人说 我是世界的光 跟从我的 就不在黑暗里走 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Amen 我底下 有一个看 教会的消息 耶稣说 他来是要使我们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相信透过养育班 和门徒班的造就课程 大海丰盛的货物 必转来归向我们 使我们属灵的生命更加卓越 并且人际的关系 也将会有更大的突破 今年度最新一期的养育班 门徒班 已经起跑了 详细的上课时间 地点 和相关讯息 请看周报的文字内容 我们是天父的儿女 我们领受来自父神属天的祝福 因此 我们也要进入人群当中 传递耶稣的生命 和平 爱 公义 与圣洁 并以谦卑的态度 来服侍台南市的百姓 藉由24小时代祷接力运动 我们同心合一的献上祷告 求圣灵自由地运行 在我们所深爱的城市中 转化这片土地 洁净人心 我们确信 神必不断在台南市做新事 在此 牧师邀请弟兄姐妹们 和带导学校的学员 加入24小时代祷接力运动的行列 在每个礼拜一晚上的7点半 参加牧师亲自授课的祷告操练 并在周间选择一段固定的时间 前来圣殿祷告 就在今天4月10日下午3点 在天桥教会的圣殿 林国珍、蔡英子夫妇的千金 林莹倩姐妹与曹中泽、徐来春夫妇的公子 曹玉器弟兄 将举行结婚典礼 在此邀请弟兄姐妹们 踊跃参加 并为这对新人献上代祷及祝福 以下是财务部的重要消息报告 即日起将发放去年度的奉献证名单 敬请弟兄姐妹们 利用周间或主日前往行政办公室 依照您的奉献代号领取 或洽行政办公室 电话是06-2970-882 FM89.1南都公布电台天桥寺和音公布节目 在每星期早上八点到九点报出 给你四月七十 报出第九十七集 由林宴兵务术所主讲的 我们都是天白日路 晚上十点到十一点 真情相遇单元 本周菜场点李淑文夫妇 将与我们分享他们的信仰见证 主常祸高深的恩典 十一点到十二点 古典乐心灵鸡汤单元 本周播出巴哈平均律前奏曲和副格 以及德布希中法少女小号和钢琴演奏版 天桥教会的乐活小站咖啡店开幕了 地点是在笔森的一楼 感谢安南区的弟兄姐妹们创意及奉献 乐活小站备有免费的咖啡 欢迎大家来到乐活小站传福音 进行敞开小组 关怀新家人 一同营造并珍惜这个美丽的空间 愿圣灵充满这地 吸引更多的人来认识神 接受福音 接下来 让我们以充满喜乐的掌声 欢迎我们敬爱的林献皮牧师为我们讲道分享 我们的文创中心 我们的文创中心已经开始在挖地下室 我去看地下室的抽水 它有十个马达在抽 昨天开始挖地下室的时候 我看到它挖到四米深 都没有看到水 我就觉得很奇妙 神真的在我们当中做了很多很奇妙的工作 好像水往下沉下去这样 那个水是咸的 不是没有味道的 也就是说那个水是海水 我们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在四百天当中 能够把它建造完成 我还记得两年前我们发了一张纸 请各位能够议算我们的奉献 那个时候我看到很多人签了 也签了两亿多 我希望你不要忘记 看到那两亿多的时候 心中总是非常的喜乐 什么一个教会 大概有一百多人签了两亿多这样 我心中的确是非常的感恩 这是一个历史上 从来没有人过的一种教会的方式 将来这个教会 不只是一个阿爸父的殿 不是一个敬拜的地方 它是一个天国文化传达的中心点 我们借着这个天国文化的中心点 可以传达我们教会的文明精神 传达我们的生活方式 好教我们能够来转换这个城市 成为一个天国的城市 这是一个又大又难的事 可是真的要有耐心 在二十几年前 我就开始去祷告 跟神说 神啊 台南是要有十分之一的人信靠耶稣 我们在东区祷告 结果东区呢 根据最近的统计 整个东区的百姓 大概有十一人的人信耶稣 你可以当时走路的时候 可以看到贴了很多的 基督是我家之主 什么天脚教会 太平静 看西街 大光 然后可以看到圣教会 很多家庭的外面都贴了一个标志 代表他们是基督徒 我就看到神真的是做的 我们只要祷告 那神就会动工 只要祷告 神就会做事 我也相信在未来 整个城市有一百七十万的人 我们期待着有十七万的人 能够信耶稣 其实这不是一个很大的数字 但是我们只要祷告 神就会成就大事在我们的当中 我最近一直在祷告 有一个声音在我的里面 一直跟我说 说的很有趣的事情 也就是说 我们为什么会住在台南 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我们为什么会住在这个城市 这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 请问各位一下 你是第几代基督徒 第五代的行李棘手 只有一个 两个 第四代的行李棘手 第四代的 第三代的 第二代的 第一代的 你们都是第一代的 这个教会都是怎样 都是第一代的基督徒 比较多 85%是第一代的基督徒 你有没有想过说 为什么我会成为第一代的基督徒 我为什么会到天桥教会来 怎么会去遇到一个 不太清楚的一个博士 然后 你有没有感受到来这里之后 有一些被影响 来到教会之后 你的想法观念被影响 你有没有去想到说 你的笑声是跟以前不一样的 有没有 你有没有感受到 你的脸来到这里之后就开了 为什么呢 因为重担比较少了 也许你在教会之后 你的喜乐多了 对 我想 这是一个影响力 有没有想过说 你来到教会之后 常常跟我在一起 你就会被影响 你跟谁在一起 你就会被谁影响 我上个礼拜 有遇到教会的 以前的两个老姊妹 他们是在跑教会的 有时候跑天桥 有时候跑北城 有那个新教会开拓 他们就去帮助那个教会 那种姊妹 很好玩 那个姊妹 她的先生叫做阿丁 我常常会想到这个弟兄 这个弟兄小的时候 就受了很多伤害 他七岁的时候 看他的爸爸 用一根绳子 然后自己自杀 然后 吊倒鼠山 然后在他们的家的那个 一个横梁上面 他打开门的时候 那个风很大 所以他爸爸的身体 是在摇晃的 然后这个孩子只有七岁 就抱他爸爸的身体 他抱不下来 再一直哭 那个伤害就在那里面 从此以后那个伤害 生死的伤害就在 深入到他的里面 他对人生的看见 跟一般人是不太一样的 他觉得人 否则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但是你知道 有一个非常爱他的姊妹 爱他 爱他都不得了 当这个弟兄 十七岁的时候 开始会走入企图 曾经杀过人 喝酒 那么这个爱他的姊妹呢 就想把他带来做基督徒 希望改变他 希望改变他 就跟他说 你如果娶了我 我就嫁给你 然后你要当基督徒 这个阿丁呢 看这个姊妹也很单纯 很可爱 一个十九岁 一个十七岁 就这样的怎样 就结婚了 这个姊妹就一直希望能够影响他 把他带到神的面前 这个弟兄也藏到教会 可是教会为了爱他 用的方法 都有一些错误 有一天他到一个教会 那个教会的牧师 非常爱他 就派一个执事去陪他 因为这个弟兄喜欢喝酒 他们就派了一个 不喜欢喝酒的弟兄 去陪他 那是吗 希望能够把他 更清楚地 带到神的面前 可是不怕 这个阿丁呢 真的很厉害 能够把那一个 被派的那个执事 就跟他讲说 你如果不跟我喝一杯 你就不要跟我说话 结果这个执事就跟他喝一杯 你知道吗 喝一杯之后就有几杯 两杯 两杯之后就有几杯 就有三杯 到最后那个执事 比阿丁更会喝 结果那被阿丁影响到 到最后那个执事就差一点 不晓得怎么活下去 没有酒就没有办法活 你知道吗 你没有发现到 影响力真的是很厉害 那么阿丁遇到我之后呢 他就跟我说 他都叫我大 他常常见到我就叫我大 有一天呢 我们就到 你还记得现在 在东区 马可罗下面不是有很大的夜市吗 那个叫什么夜市 有去过的人请你挤手我看看 我说你们都去 去哪里看什么 我从来没有去过夜市 真的蛮有趣的 那么这个阿丁的一个 亲戚在开了一家海产店 他常跑到那边去吃 打电话就叫我去吃 有一个晚上他打电话叫我大 你来吃一个小鸭好不好 我就去了 去了之后呢 旁边又有一桌 那么那一桌 坐在那边在喝酒 那么阿丁也在喝酒 那阿丁呢 结果我进去的时候 跟他说 大来啊 大来啊 你知道吗 结果那隔壁那一桌的人 就一直看我盯着我 你知道吗 哪有一个大的这么大呢 你知道吗 我吓了一跳 我阿丁说你不要再叫大 你不要再叫牧师 他说不是 大就是大 这有什么人敢 不敢叫你大 阿丁呢 那些人就说 打电话是大 阿丁不要再说 我说阿丁 这我说就会太大了 为什么呢 那个时候我们教会有个弟兄 在有期喝酒 他当老师 他当老师 喝完酒之后 从酒店出来的时候 他的小孩叫他大 就被旁边的大的佛火打死 你知道吗 我才知道这个黑社会的文明 的确实不是我们可以惹的 所以拜托一下 你们如果在街上见到我 不要叫我大 你知道吗 还是拜托一下 叫我牧师就好了 你知道吗 忏悔你不要叫我大 你知道吗 他也常常叫我大 你知道吗 这个很麻烦的 那你知道 阿丁就是喝 喝到最后呢 他有一天 我就跟他讲 阿丁 再喝下去怎么办 他说牧师 那正好了 累酒不要喝 就改喝什么 比较不那么累的酒 他就开始喝红酒 喝到最后 不脱捧起来 你们知道吗 干硬化 然后怎样 不脱就捧起来 然后他就安息主怀 兄姊妹 你亲近什么样的人 你就会变成什么样的人 你亲近神 神就亲近你 你亲近流氓 流氓就怎样 亲近你 你一定要想说 你是一个基督徒 你活在台南 当你蒙召之后 你曾经想过一些事 就是我一定要成为这个城市的祝福 今天教会存在的目的 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成为这个城市的祝福 今天的圣经 有一节是没有印下去的 它是应该这样的 最后一节是这样的 它说呢 你看一下马太第四章的地方 第四章的地方 第四章 马太第四章 好来 我读给各位听 它是应该是这样说的 这是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 说 西部林地拿佛塔利地 就是沿海的路 耶诞河外 外邦人的加利利地 那坐在黑暗的百姓 看见了大光 那坐在黑暗的百姓 怎样 看见大光 坐在死因之地的人 有光发现照耀他们 我再说一次 第十六节 就是第十六节 第十六节没有印下去 来 它怎么说呢 坐在那黑暗的百姓 看见了大光 坐在死因之地的人 有光发现照亮他们 他就描写耶稣呢 就是让黑暗中的百姓 能够看见大光 能够看见他 那坐在死因之地的人 有光发现照亮他们 耶稣来就是成为光 光照黑暗的大地 今天你被召成为一个基督徒 你有没有想过说 神扶着我 而且进到这个教会 你是不是应该成为 这个城市的祝福 我一直在想说 今天教会的存在的目的 绝对不是说 我教会有一千人 我教会有两千人 我教会有三千人 不是在说我的教会有多少人 是这个教会 怎么样的成为 这个城市的祝福 更重要的也是说 这个教会怎样训练百姓 成为这个城市的祝福 无论你到哪里 你都要知道 你是基督徒 你是蒙召的 你蒙召当基督徒的时候 你是否想过说 我要成为家庭的祝福 我要成为这个城市的祝福 你如果这样去思考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 你会成为光 会照亮所有一切的百姓 所以基督徒 绝对是要走进人群的 每个人一定要很努力的走进人群 而且你表彰我就是神的儿女 我还记得十几年前 我们在开始大声呐喊 七声哈利路亚的时候 我就请教会的春木兄 印了一个哈利路亚 可以贴在车子的后面 很多弟兄姊妹 车子的后面有没有 现在好像都颓色了 或是我们车子换掉了 然后那张纸 我常常在路上跑的时候 看到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贴了一张纸 就是哈利路亚 有一天我就告诉弟兄说 弟兄你看看我们有多荣耀 那个弟兄讲了一个非常消极的东西 他说 牧师我现在知道 你叫兄弟姊妹 打一个哈利路亚做记号 就是做坏事的时候 看到这车子就跑了 他们想的东西都很消极的东西 可是我想的东西是怎样的 借着哈利路亚这个字 然后可以影响到更多的人 你有没有看到 无论走在哪里 我常在走路祷告 我看到大街小巷都有个阿字 有没有 有没有 很多阿没有哈 对 我们都看到阿字都没有哈字 你有没有看到 这个世界很奇怪吗 阿那么多哈那么少 你知道吗 阿苦啊 哈利路亚哈哈 这种笑声很少 有没有 你会发现到这个世上 每个人都是在叫苦连天 然后呢 真的赞美的声音很少 喜乐的声音很少 我就是希望你应该 你如果是神的儿女 你应该走入人群 然后知道你是神的儿女 然后把哈利路亚说出来 把赞美的声说出来 让这个人群应证你得到祝福 我不希望你到一个人群的当中 人家会应证你 阿苦啊 哪有一个人来 这个叫基督徒 有多少人 有多少基督徒走进一个群体之后 成为那个群体的重担 不是成为那个群体的祝福 所以我在想说 你如果是个基督徒 你被呼召成为个基督徒 你是否在职场上走进职场 你今天我在 我当一个小小的一个菜医 我是不是通过一个菜医做好我的工作 来荣耀主的生命 我在做生意 我是不是在做生意当中 能够荣耀主的生命 这个礼拜 礼拜五中午 我祷告完了以后 去探望一个弟兄 然后完了说肚子好饿 饿到不行 然后呢 我想去吃一碗面 可是又想到说 吃面血糖会飙高 而且那个金峰那一家又克满 很奇怪 那一家生意就很好 我要去吃又克满 然后又想说 在前面一点 那一家叫做卖拉面的 我又不想进去 因为我被他赶过 被他赶过 吃完 我刚刚吃完面就被赶出来了 你吃什么不准处理 刚刚吃完面 你知道 我又不想进去 这样 所以呢 我看到那一家什么东什么京 什么拉什么的 那一家 被赶了以后我又不想进去 真的很奇怪 真的去吃了一碗面 然后我 我吃了一碗面 然后他还鼓励我们吃那个ice cream 有没有 一份是几十块 都还没有拿给我 就被赶出来了 我这个cream还没出来 他说你外面等 你外面等 你不要在那里 我们就这样 就被赶出来了 那个前妇人 那ice cream也没有拿到 我现在还没拿到 你知道 他心中就有那种受伤害的感觉说 主啊 这一家我觉得不再进来 我过去的时候就祷告说 算了 祝福这一家 让老板的脸能够改变 不要那么凶 祝福 祝福 你知道 我们去祝福完了以后 他生意还是很好 很奇怪 那我就跑到隔壁一家 那个卖湿器的 我说这个湿器 吃两块湿器就好了 但我进去的时候 一个小孩就来了 两点钟校两点 那个小孩 跟我说 阿公 叫我阿公 你要吃什么 我看那些大人 董布人来到服务 跟那些小孩 很小 我看你几年 他说我国小一年纪 阿公 你要吃什么 美食在这里 叫我疼 我就拿去拿手 拿去拿去扁 看到那些价格都吃不下去 都很贵 两三百块 我都很贵 是这样啦 我就开始选了一个 两百块的东西 勾起来 勾起来 他孩子一看 阿公 你吃这样才会饭 哎呦 你敢要汤 他还不错 我说 汤多少 他说 不要紧啦 汤很燙 阿公 汤二十块 不然我请你好不好 你小孩子 我就被打动 你知道吗 我说汤好 又来 他说 你是要我请还是 你自己要出钱 他很厉害 我说我给他出好了 这个是 哦 这样 阿公阿公 你来 你坐一坐 他就走了 走了之后呢 我就看那个媒体 他又写在板上 我要看到一个东西 我一直在看 你知道我在看的时候 看到什么 看到生蚝 一颗 一百三十块 哦 很感动耶 很久没有吃生蚝 我就一直看那个生蚝 那个孩子又跑过来 阿公 你在看大家 我给你叫好不好 我说 没有啊 他说你不是在看那儿吗 那儿有很多 你跟他看 好 你要在买我给你叫 我最爱吃生蚝 我不敢说 因为我们去文床 我要去欠 我就忍耐 说不能吃 绝对不能吃 你小孩 多明亮你知道吗 他说 阿公 我刚才知道你 要吃生蚝 他说你吃生蚝 辛苦得很勇 你看 我那个孩子 有没有很会做生意 只是国小一年纪 我说 阿公今天没吃生蚝 他说 一般 他的孩子 用台语跟我讲 老人 他说 老人都很缺 我真的被他打败 我真的被一个孩子打败 打败之后 这个孩子从我进来之后 对我的服务是什么 一流的 然后呢 我刚刚吃完 刚刚吃完的那个 我那个书记 喝完的汤 他又走过来 阿公 你刚才要吃甜点 我跟他说 要吃 我说 这碗我吃 我说 你吃 他说 普通我都没问人 阿公 你很可爱 你会常常来吃 我说 可以 他说 这碗我吃 他再拿一碗 吃一碗我说 你还要吃一碗吗 我说 不好意思 好 小骗子到这里就好了 我去付钱的时候 他跟我去 我陪你去付钱 站在我的旁边 你注意看我的蜡蜡 一直看 我拿钱 他说 阿公 他说 你有够买的 你先付那些钱 只吃一碗而已 我真的被打败 你有没有发现 那个孩子 从小就被培养做什么 他有没有影响力 今天如果不盖文创的话 可能会花一千块才出来 我就是一种 让你感觉 他说 你这么小的 我告诉他 让你很舒服 他有点 强迫 可是又让你 觉得这个孩子又怎样 又可爱 我发现到 今天的 世界上的孩子 都比光明自知 来得怎样 更聪明 基督徒就是走进 这个世界的公公 我们走进世界以后 就是公公 然后跟人家争东争西 你知道吗 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说 我是个基督徒 我走进 一个人群当中 我无论做什么工作 我都要发挥我的影响力 我走进我的工作 我一定要发挥我的影响力 我对 像我做一个传道人 我对任何一个卑微的人 对任何一个高阶的人 我都想说 神啊 帮助我 让我在这种很卑微的家庭 发挥影响力 让我在一个高阶的家庭 发挥影响力 让我真的能够 不断地走进人群 跟人在一起 让人知道 我是一个神的儿女 今天教会存在的目的 不是你来敬拜而已 今天教会存在的目的是说 主啊 我领受你的恩典 我领受你的祝福 我就是要走进去 走进这个世界的里面 我要发挥神 给我 那个神 而你爱的影响力 我如果没有这个影响力 我活着是毫无意义的 所以呢 我希望 你是一个光明之子 你是一个智慧之子 你要充满 跟神说 神啊 我要聪明 我要智慧 我要知识 不是 不只这样 我真的是属乎你的 我是活在光明中的百姓 我要把 你给我的智慧 给我的聪明 给我的能力 我好好表彰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所以弟兄姊妹 我期待着 你应该要常常跟神啊 求你给我聪明 求你给我智慧 给我知识 知识真的很重要 我提醒各位 你也许 很多人在读书就是知识 真是知识很重要 没有知识 你没有办法做很多你专业性的工作 聪明是什么 在知识的里面 很多大家没有办法解答的东西 你能够去解答它解决它 叫做聪明 跟智慧不一样 智慧就是不一样 智慧就是我需要 有一种知识聪明以外 对未来的一种看见跟突破 你没有这种智慧 你没有办法有所突破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历史上 很多人 他们都很有影响力 这种影响力 不只是他们有知识 他们有聪明 而且他们真的很有智慧 他们真的很有智慧 所以所罗门王 当他成为王之后 他就跟神说 神啊 给我智慧 有没有 他什么都不求 也不求兽 也不求财富 也不求神把他的敌人杀死 他只有求什么 智慧 而且他有智慧之后 所用的在建造 所有圣殿的每一个人 都是充满智慧 你应该跟神啊 给我智慧 求你用智慧 求你用智慧来建造我 让我走入圆群的时候 那个智慧本身就让我彰显出来 让我知道怎么跟人家相处 怎么样帮助我的老板走得更好 帮助我的老板 然后更能够节省 让老板知道我就是神的儿女 你看约瑟 我讲一个道理 你如果读到创世纪 有一个人叫约瑟 你知道吗 约瑟是不是因为太尖锐了 然后领受的意向太大 说有十二个月亮会拜他 或是太阳会拜他 结果呢 他的兄弟就非常在嫉妒他 就把他卖给伊斯玛利人 把他卖了 然后去跟他报告 跟他爸爸报告说 他被狼吃掉了 结果被卖了 然后成为人家的奴隶 有没有 一个成为奴隶的人 他有什么未来 想一想 一个成为人家奴隶的人 有什么未来 没有未来 就是但是他就是有神的同在 他就是有智慧 他真的有智慧 他真的很聪明 他保持着神跟他同在 过圣洁的生活 他找到一个时机 他就会解梦 因为神跟他同在 他会解梦 因为解梦 他就成为了埃及的宰相 那么你看他成为埃及的宰相之后 帮助整个埃及在激方的时候能够渡过激方之外 你看看他 埃及的华老王有多爱他 兄姊妹 他并没有要去串躲华老王的太太 他也没有想串躲华老王的地位 他宁愿做什么 老二 他做这个老二呢 你知道 当激方的时候 他的爸爸妈妈 他的家庭的人 需要见到埃及的时候 华老怎么说 把你们的家庭全部都带来 他们 华老王命令 约瑟把他们的整个家族都带到哪里来 带到哪里来 带到埃及来 他既然 埃及的华老王既然爱约瑟 就命令约瑟把他的家都带来 你看看喔 他能够让华老王爱他爱到这样 不只这样喔 当他的爸爸过世的时候 约瑟的爸爸过世的时候 整个埃及的百姓 为他的爸爸什么 挤哀 兄姊妹 这叫原响力 我不知道有一天你死的时候 出门家庭 他来给你看 哎呦 不敢喔 你知道 还是出门家庭都照亮了 跟他说死好 你想一想 我问各位你想一想这个问题 你有没有影响力 想一想你到底 有没有影响力 你看看但以理处在一个义邦 他所受的教育 不是耶和华的教育 他永久要跟所有的外邦的人 学詹述 学他们的文化 然后呢 可是就在这种情况 情境的当中 他去彰显神的荣耀 所以兄姊妹妹 我想告诉各位 把你的心胸打开 真的把你的心胸打开 我提醒各位 把你的心胸打开 你不要看一个基督徒 在做一样事情 跟你不一样的时候 天天骂他 你看李登辉 有没有被骂得很惨 他洗礼 我问各位一下 他有到马祖庙去拜过吗 有吗 他只是献花 有没有 然后基督徒开始骂他 批判他 你看我的心胸口都瞎一瞎 如果没有这个人 他们怎么能够民主化 你再想一想 一个人的生命的影响力 不是在他的外表的仪式 是在内在 神有没有跟他同在 对不对 最近我曾讲过一些很有趣的故事 有个姊妹来信耶稣 她来到教会 她说牧师我想早一天跟你说话 她说好啊 我就约她 然后在我们的会幕跟她说话 她来了 她就跟我说 你牧师 我的职业是在算塔罗牌 我说这样 塔罗牌你们知道吗 然后我说你在哪里算 她说她在夜市 算一个呢 两百块这样 她的生意不错 你知道 她就问我 她告诉我说她想信耶稣 可是到一个教会 那个牧师说她会算塔罗牌 就说她异端 就叫她不要到她的教会 我说这样喔 她说我可以到你的教会来敬拜吗 来教会敬拜还要求我让她进来 我就很感动 我说你来啊 你会不会赶我走啊 我说不会 她说牧师你怎么这么宽容我 我在算塔罗牌啊 我说我知道啊 你不会觉得这是跟偶像有关系吗 我说我不会 她说你怎么跟别的牧师不一样 我说你心中有没有耶稣 我说她说有 她就想信耶稣 我就跟她讲说好 我就拆派你去派算塔罗牌 她说我想想一跳 我就跟她讲说 还真你算了以后 跟人家讲说你这个命运很坎坷 你需要去找一个人叫做林宪平 这是我的老师 我就跟她讲说 你把我的名片就拿过去 然后放在你桌子上 说这是你老师的名片 她问我说那怎么印啊 我说跟她讲说 塔罗牌救世之主 她一直笑 她一直笑 我说我的意思是说塔罗牌是没有用的 是耶稣才有用这样 她接受了可是还没有印 可是她真的是这样 她算塔罗牌 然后呢 她没有办法解决 就把她带到教会 前阵子就把她妈妈带到教会 把她爸爸带到教会 弟兄姊妹 我感觉她不是她做什么 是什么 是她的影响力 弟兄姊妹不是她做什么 是她的影响力 我再举个例子 你知道台湾有个七美 七美 你们很少人去过一个小岛 七美就是在澎湖 还要坐飞机 飞了三十分钟才会到的一个 非常小的小岛 下中间牧师就是那个小岛出来的 那个小岛到底发生什么事呢 本来那个小岛没有基督徒 在1922年之前根本没有基督徒 忽然之间 有一个大小岛 大小岛 大小岛你们知道吗 那大小岛的时候 那有大小岛就是李泰伯 大小岛就是母县 大小岛就是母县 李泰伯就是开始生日 生殲世 忽然之间 大小岛总是说以马内力 大家都不知道 什么叫以马内力 忽然间有一个 哈团 他曾经来过新鲁医院 看过病 人家跟他传了耶稣 跟他讲以马内力 就是神同在 耶稣同在 他才知道原来是耶稣来附身 有没有恐怖 没有传 没有人去传那边 忽然之间耶稣来了 然后呢 这个人就开始奉耶稣的名 为人家祷告 一个一个都好了 教会就在变建造起来 他们也不会读经 不会祷告 1922年 长老会派甘威林牧师 去接受这个教会 有没有异端 接受到的不是异端 没有接受到的都是异端 你看直到今天 这个教会有没有影响力 夏中间有没有影响力 有 所以弟兄姊妹 你一定要知道 走进人群 走进黑暗的地方 你不要拒绝黑暗 你不要拒绝罪恶 你知道吗 你应该知道 我们受拆检 是要进到罪恶之中 去发大光的 在死因的地方 有光发现照耀他们 在黑暗之处 有光照耀他们 今天的教会就是光 你一定要知道 我是光 我是耶稣基督的光 耶稣基督说 我来到世上 我是世上的光 你信了基督之后 你是不是基督的光 你是不是应该跟说 神啊 反正接触到我的 就看见了光 反正接触到我的 我就是光 最近有个姊妹 蛮有趣的 她有一天打电话给我说 牧师 我们家有很多东西你要不要 我说OK 我说有多少东西 她跟我说 好的东西现场都搬走了 我们那个现场都抢先 我就搬东西 我说有什么 还有什么东西 那些东西 我们都不要 你看看要不要 大家都讲的不要的东西才会给我 你知道吗 我就问她说你有什么东西 她说我只先关工 我先关工 真的关工 我们一定听到关工就怎样 把她烧了 我觉得这个关工是做什么用的 她说不是拜拜的 是观赏用的 我说那你要讲说是观赏用的 不是讲说是拜拜用的 你叫现场把她载过来 我看看 现场就把她载过来 我看一下 真的是观赏用的 不是在拜拜用的 我就奉耶稣的名 把她高摩了一下 从今天用来听耶稣的 然后我就叫现场把她载去给阿德 跟阿德说阿德把这个卖了 把她奉献掉 你知道吗 那个阿德很厉害 拿到这个东西之后 几天就把她卖了 然后今天又告诉我说 牧师卖的价钱不是很好 只有卖两万五 我说把她钱是奉 牧师 我有卖 我有出力 我可以奉献五千块 那五千块算我的 两万算你的 我说也可以 你知道 公子妹 你不要把东西乱丢 很多东西是有影响力的 你知道吗 你听懂我在说什么吗 我们常常会把 我们常常会把偶像都怎样 都除灭掉了 当灭之物就怎样 把它灭掉了 你知道吗 可是你不知道 当整个大军 以色列的大军 耶稣有带着大军进到 耶利哥之后 很多东西是没有灭的 金银统帝 这宝贵是没有灭的 所以你们如果要灭 这个金银统帝的时候 告诉我一下 我一定会去接收 你知道吗 拜托一下 好不好 你们有没有灭一些东西吗 我姐姐真的很厉害 他有一天他打电话给我 我说兄弟啊 我最近灭了魔鬼 我都灭了几个 他说大概三四百个 我说你家怎么 我们家怎么那么多魔鬼 他跟我说 那个牧师跟他讲说 龙吟 那个龙 龙吟上面也是龙 那个龙就是魔鬼 所以呢 我就把所有家里的龙吟 就拿到那个中正河 中正桥 永和的中正桥 然后把它全部丢下去 我凤叶水把它丢了 我说你怎么没有灭空 我说跟你说什么 你不是我怎么把他灭绝掉吗 我说你至少就把它烧了 还是变什么 还是赢嘛 你把它丢下去之后呢 就 就通了一箱而已 我真的卖了之后 他跟我说 他夫人 我自己跟我说 奉耶尺闻灭绝 这个魔鬼离开我 奉耶尺闻灭绝 这个魔鬼 我说 基督徒堂是这样的 奉耶尺闻灭绝 这个魔鬼离开我 我就离开了嘛 对不对 有什么好关系 再也没什么关系 我们就不会有影响力 弟兄姊妹 耶尺是走到哪里去 走到哪里 黑暗的地方 耶尺走到哪里去 我告诉各位 会堂 会堂 你听到没有 当时候 犹太人的什么 会堂 我们今天 也在讲 会堂是 魔鬼基础之地 基督徒的想法 就是这样 非常的狭隘 任何一个地方 凡是不属乎 我想象中的地方 就是什么 魔鬼撒旦之地 我常在健康路走 我看到健康路 我从教会 要回到马可罗 做健康路 整个健康路 你如果注意看的时候 整个健康路都是什么 都是酒店 我就跟说 神啊 让我们有影响力 进到这个酒店当中 最近一个弟兄 突然跑来跟我说 牧师 我们可以开一家酒店吗 我说 我问他说 为什么 他说 最近是这样 我有三层楼 要住给人 那一层楼是 基酒屋 已经住出去了 第二层是酒店 第三层是在做发电 这个酒店搬走之后 他就请忠灵去祷告 希望能够再住出去 你知道吗 结果忠灵祷告之后 他跟我说 忠灵祷告之后 再也住不出去了 牧师 你要负责任 他说叫我负责任 叫我去开酒店 付他什么 付他房租 我在想说 不是这样的 你看看 当我们祷告的时候 那个地方就被圣化了 是神做的 不是我们做的 神做的事情 不是我们做的事 所以弟兄姊妹 当你有影响力的时候 你进到哪里 所有的黑暗 都会变光明 所有冰冷的地方 都会充满的热情跟爱 我希望这个 弟兄姊妹 你要走住人群 走住黑暗之地 走住人家看起来 很不好的地方 我最近一直祷告 跟神说 神啊 我不是天花吉祥 我看到很多孩子 在做八家匠 我开始知道 八家匠很多孩子在吸毒 因为在吸毒之后 就会有很多的突破 我开始跟神说 神啊 我要养耶稣的十二八家匠 十二匠 你知道吗 真的 我甚至希望把这些八家匠的孩子 带到耶稣的面前 我开始跟神说 神啊 我怎么去接触这些孩子们 我们应该走进人群 不是从人群之间 退出来 每天骂他 这是消极的做法 今天的教会 你活在神的里面 你就是必须要跟神说 神啊 让我走入人群 跟我说一声 让我走入什么 人群 大声跟我说一声 让我什么 走入人群 所以呢 你听到每天要去听神的声音 基督徒每天都要发一些时间 在神的面前 听神的声音 说神啊 你到底要我做什么 我常常问神 神啊 你为什么要叫我们去做文创 为什么 当我们在做文创的时候 我就发现到 文创这个名字 成为二十一世纪 很多教会的模仿 当我们还没盖好的时候 很多教会 已经把文创做出来了 你知道吗 美国的台湾教会 很多都开始做文创 美国的教会 开始做文创 台湾的教会 荆棘教会在做文创 听众子妹 我发现到我们是个先锋 可是我们都做得很慢 为什么做得很慢 是因为我们的教会的众子妹 不是不积极 是时间还没到 因为台南这个地方 需要大量的祷告 所以我们常常 倾听神的声音说 神啊 你要我们做什么 为什么把这个又大又难的事 丢给我们 神就一直说你们佩德 因为我们佩德 我们佩德做这个事 你知道大卫 他要建殿 不佩德 你知道 摩西要走进迦南地 不佩德 你知道吗 神说我们佩德 我们佩德 去建造一个文创 来荣耀主的圣明 那么文创最主要是什么呢 就是让我们借着基督教的文明 借着你的生命 借着你的爱 然后走进这个社会里面 去表彰神的大爱 表彰神的大能 你不要以为我什么都不能做 不是这样 你要跟守神好 我什么都能做 我最近有些改变 很多人 我遇到 啊 博士我不都听 我为你祷告 是不是为神做了 前几天一对夫妇吵架 我就 他太太跟我说 他的脚痛 我就为他祷告 祷告了以后就怎样 脚就好了 这很奇妙 脚就好了 真的 至少你会为他祷告嘛 有没有影响力 祷告就有影响力 管他的 你就 或者他不都听 你怎样 就为他祷告 你知道吗 祷告影响力就会出来 所以我希望 神在我们心中 做了一个很大的事 但是 我们一定要把 天国的理念 天国的想法 天国的意识形态 天国的生活形态 先生活在你的家里面 自己影响 出门隔壁的人 让你都知道 你是神的儿女 跟我说一次 我是神的儿女 大声说一次 我是神的儿女 我是神的儿女 你是神的儿女 所以叫得很大声 牧师父平安 他们会讲平安 过年的时候 他们会更大声说 牧师父平安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过年过节 我都会送他们礼物 你知道 我送他们礼物之后 很多东西 他们都会很主动的 帮我收好 然后把我弄到21楼 这叫什么 影响力 有一天 有一个在 在那里顾问 十一点没的就在那里 晚上十一点是不能睡觉 他们是从晚上十点钟 看到隔天六点 就在那里顾问 我走过 我不敢跟他吵 他不停不停 都站起来 啊 牧师 不好意思 我睡了 我说没有关系 我说不要说 我当然不可以说 我说你怎么 是疼 他说很疼 大家很疼 他讨厌痛 我说为你祷告好不好 他跟我说 基督有效 基督有效不效 我不知道 摸一下可能有效 我跟他讲说 我摸一下 牧师 就是 我说牧师摸一下有效 他说 真的 牧师跟麻祖有相同 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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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师跟麻祖有相同 我说 他说 应该是说 牧师跟麻祖有相同 他不是 牧师跟麻祖有相同 他就是说 我的地位已经提高了 麻祖这些努力了 我心中就很高兴 我就跟他讲说 大概一样 他跟我说 最近这个麻祖要出游 很多人都爬在他下面 癌症都会得意志 牧师你有看过癌症得意志吗 我说 我们教会很多 有死人复佛 你知道吗 很多癌症不见 你知道 还有了 茄子起来走路 他说 你有什么没有看见 我跟他讲说 我没有看见的只有几样 我一生当中只有一样 就是 没有瞎眼看见 我真的一辈子都没有 为一个瞎眼祷告说他看见 耳朵 听不见的祷告之后 他会跟我说哈利路亚 会讲一二三四 这样有厉害吗 不会走路的 然后进到教会 坐伦理进来的 唱完歌以后 就自己走出去 教会有没有厉害 我就跟他讲这个 他说 牧师父 你有比麻祖很厉害 你给他祈祷一下 我就问他祷告 祷告完以后 我说感觉 真清新的 都好了 你看 有没有影响力 我是跟麻祖有同样 你一定要知道 这就有影响力 让你要知道 神就是一个潜能的神 所以你要常常有倾听的耳 这个人需要什么东西 神叫我做什么 一定要倾听的耳 然后呢 你一定要跟神 帮助我 让我真的走进这个世代里面 荣耀你的圣名 跟我说一次 进到这个世代 进到这个世代 荣耀主的圣名 荣耀主的圣名 我活着 我活着 就是为主而活 就是为主而活 我为这个城市而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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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没有办法去 进到七大领域 像经济 家庭 教育 我们都没有办法走到他 我们也没有办法去经营 一个大公司 你知道吗 如果把一个大公司交给我 删定就倒了 没有骗你 很快就会倒 因为我不是经营者 你知道吗 我自己有公司 但是我如果去负责 那些公司 可能很快就知道 很夸 真的 但是我们就是要 把整个的影响力 给这些老板 给政要 你看看 这个 从六月份开始 我就跟 我们教会的一个东牧师 跟他讲说 东牧师 我们一定要有好的搭配 你已经七十岁退休了 他说 我七十岁退休 我要去一桌 我说七十岁退休 摩西七十岁才开始 你要去桌 我就跟他挑战 说你应该是这样 进到市议会 把所有的基督徒找出来 然后好好祷告 我带你去见市长 把市长带出来好好祷告 你说容易吗 我就告诉他 在信的人怎样 凡事都能 所有当议员都想到未必 你知道吗 不是这样 我们常常被这些明代 搞到不得不搬场 你知道 白天收的 跟晚上收的都不一样 但是这些人 为什么会这样呢 他为了世界而佛 为钱而佛 为全世而佛 基督徒如果能够把爱 放在他们心中的时候 让他们不是为了钱 为全世而佛的时候 这个世界会不会改变 兄姊妹 是改变这个世代的时候 今天的教会 是改变这个世代的时候 我们没有办法去当一个议员 我们没有办法当市长 但是我们可以让市长向百姓说 我要以基督的心为心 治理这个城市 你看 我们市长是不是一直在做这个工作 对不对 我们为他举办了一个市长就任典礼 他开始哭 你知道吗 我们为他祷告的时候 他几乎站立不住 然后他开始讲话的时候 他就说他要有基督的心 治理这个城市 我们有没有达到我们想要的 有没有让市长发光发亮 我们应该为蔡英文祷告 你知道吗 对 他最近去跟马祖跟我们狗伯这位 林末娘 我们姓林 林家的姊妹 对 他的 林末娘的后代写的见证書 他们已经信了耶稣 就叫大家不要再拜他的 拜他家的林末娘 你知道吗 真的这是一个见证 他们是他们后代信的主 然后就叫 所有人都不要再去拜拜了 你知道吗 可是大家还是在拜谁 拜林末娘 教会要有影响力 我再说一次 你在你的职场 最后讲一个见证 我领了三万块 我在职场上 这是神给我的三万块 我就是在这个三万块的上面 有什么 有影响力 我今天在这个职场上 领了十万块 我就是 即使是从政府领的 我要跟神说 神啊 我领了十万块 我在这个职场 我要有什么 影响力 常常想通 我就是神的儿女 我从神领受的恩典 我必须在这个恩典上 彰显神的荣耀 Amen Amen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我求你以为我们同在 我们在建文创 就是一个天国文化创意公司 主 这是我们的圣殿 是阿爸父的殿 因为我们开始关心 也开始知道 建造这个殿 需要我们大家 同心协定去把它完成 更重要的是 我们自己 一定要走进社会 发挥我们的影响力 我们无论到哪里 我们就成为光 光照黑暗的大地 我们无论到哪里 都成为祝福 不是做主 我们无论到哪里 都让那个地方充满了爱 充满了喜乐 而不是充满了冰冷 分泪 所以祝福我们 恩待我们 恩待的文创中心 能够训练出更好的门徒 而且把天国的文化 天国的意识形态 天国的价值 把它传达在整个城市 让整个城市 都充满了喜乐 充满了平安 充满了天国的氛围 所以祝福我们 现在我们要奉献 求祢来祝福我们的奉献 求祢千百万倍的受众 在我们的家中 我们这样祷告 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兄姊妹我们来奉献 你如果第一次到教会来 不要介意这个奉献 我们来看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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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谢谢祢 让我们成为光走入人群 照亮那在黑暗当中 十阴幽谷的人 让他们的生命 因着祢的爱而飞扬起来 是的主我们在这里 求祢使用与差遣我们 感谢耶稣的恩典 今天早上我们把金钱奉献在祢面前 愿主祢喜悦我们的百上 也愿主圣化这些金钱成为祢国度的用途 让更多人得到主祢的恩惠跟慈爱 也愿主祢千百倍的祝福在我们的家庭当中 感谢耶稣 我们这样的祷告 奉靠耶稣的圣名 阿们 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再次跟旁边人请安一下说 愿你发大光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我们当中有没有第一次或第二次来到我们家会的弟兄姐妹 如果有请你站起来 让我们拍手欢迎你好吗 有吗 好 感谢主 那我们一同站立起来 我们来唱颂容的诗歌 你真伟大 之后请牧师来祝的 主啊我神 我每逢聚目观看 你手说找一切奇妙打工 看见心术 又听到隆隆泪声 你的大能 变满了宇宙中 我领歌唱 赞美救出我神 你真伟大 何等伟大 我领歌唱 我们大声呐喊起声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美救赞你请牧师来祝导 耶稣记得恩典 上帝的是爱 圣灵的感动 满满一门同在 从此时此刻之道 永永远远 Amen 弟兄姊妹请向前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